大陆喉舌媒体央视女主播文静 22号报道渤海漏油事故 在评论石油公司应该承担责任时 画面忽然被切掉 她一脸不悦 疑似竖起终止表达抗议 这段画面在网络上传开 网友大赞她有良知 也狠批央视被石油公司和谐 由开采生产作业中 易油事故的责任由作业者来承担 根据影片央视新闻直播间正报道 渤海海域易游事件 画面播出工人经理有误的情况 文静正在评论时 画面突然被切掉 改成其他宣传片 影片显示 文静一脸不悦 随后一次竖起右手中指 维持了一到两秒 下一秒她又转回一贯人的笑容 淡定地播报下一则新闻 网友认为 应该是到播后上集 只是强行切换画面 文静以此表达不满 网友也大赞她有良知 狠批央视为石油公司和谐 中华论坛上的一位网友说 这种事绝不能怪主播 主播们也是很有良心的媒体人 CCTV在播的节目都能被掐死 大连事件也掐掉 有网友提出 文静狠批 康飞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央视抽起 看来央视也被油公司和谐 中海油和康飞合作开发的 渤海油田6月发生乐油事故 事隔半个月才对外公布 被指刻意隐瞒 文静到底是否用这个手势 表示内心的不满 只能自由新政了 但此前发生在大连 万人向大连政府说去中指 抗EPX毒工厂的场面 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愤怒 已经到了无以复杂的地步 同时央视也有其他几位主持人 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 公开表示他们的不满 法言宗在节目新闻 一加一中质疑高业 批评发言人王永平 节目已听过 仅仅是技术先进 但是你的管理是否先进 运营整个给予的 这种实践的答案是否先进 监督是否先进 对人的这种尊重是否先进 所有的细节是否先进 归根到底也就是综合下来 你的运营能力是否先进 而动车事故后 被停止的央视新闻评 到24小时栏目现任制片人 王清雷 在主持台上对国家现状 表达了他的反动 近来大陆媒体人开始掀起了 抗命潮 表达他们的见解和不满 其中广州南方都市报 依粗口问责动车事故 上海青年报头版近乎开前窗 版中只有温家宝在事故现场 献花植工图片 以及出示动车的两个编号 最下编则是一行小字 2011年7月23号20点34分 独特的版面胜过千言万语 当天报纸脱销 上海东方早报 也罕见地以纯文字大幅留白 变换字体大小的方式来表示不满 还有广州南方都市报更以全黑首页 带出16版专题报道 总标题为真相是最好的纪念 并配以射评如杜鹃提屑 痛到遇难者 扣问责任人等 对当局的不满悦然之上 贵州电视台主持人王新 在第五频道新闻非常道节目中 被铁道部在高铁建设时的承诺 提出质疑 由于情绪激动 方新在节目的末尾几乎哽咽 英国独立报之前的报道中 援引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 亚洲项目主管布朗的话说 中共党的宣传系统正在破裂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 中共中央控制的政策被抛在了一边 新常人记者林慧欣 王明宇综合报道